而这起泰鲁阁号的重大意外事故 截至2号下午3点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8人 其中带送人员已经由台铁以接驳车 送到新城火车站之后再转送到各大的医院 截至下午3点死亡人数已有48人 除了消防警察等人力空勤也已出动 也协调了特艘队前往 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也派出了50名国军前往清水隧道投入救灾 因为它是早上是确定有 现在因为他人电话都接不到 没有带电话 所以你到处去找人是不是 现在我就是我人在慈祭这边 然后另外那个鼠力跟那个门若 我只能把人摆在那边 一个一个找 内政部表示 以指示花联县警察局以及田路警察局全力协助现场交通及救灾作业 并已派遣消防署特艘队在11时20分搭乘空中勤务总队直升机 先行至灾害现场 成立内政部前进协调所 协调灾害现场的救助事宜 记者林杰花联市采访报道